Hello 這次真的開始了 剛才是好笑的事情 上次Forum已經說了 我們有新主持Amanda 有新Studio Amanda的Studio是不是很棒 這裏比較寬敞 希望人數上可能做訪問的時間裏 除了兩個、三個、四個之外 可能有機會一旁人都還可以 有新駕駛 照明系統 希望燈會更漂亮 所以有一個新的地方 大家可以輕鬆一點 舒服一點 大家不光顧看美女都知道 上次已經介紹過 免得大家稍微 像我一樣 不記得的話 再介紹一次Amanda 是專業司儀 基本上有很多組織的頭 包括了很多司儀的組織 我喜歡說話 簡單來說 不知道 喜歡做慈善事 等等的事情 所以可以分享這些部分 有很多事情可以分享 很多年前 很小時候 我要說一下小公姐的淵源 為何會今天這個主題 第一件事 希望大家認識一下 我們為何會認識 我都想起這個題目比較簡單 二來近陣子 很多的朋友 可能看一些 小小牽涉娛樂 有一個劇節目 有人看到 林宜連參加國內的歌唱比賽 罵得很厲害 都是比賽的事情 不如說一下這個題目 我如何認識蕭公子 都是因為比賽 所以今天分享這件事 所以今天的主題就是比賽 比賽又跟我們有什麼過癮呢 是否要贏在起跑線呢 很多時候都會玩比賽 而且我相信 未必有很多家的朋友都會玩比賽 但我就會玩比賽 在認識上面 你要參加的 幼稚園都會參加唱歌 跳舞比賽等等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比賽 尤其是現在的年輕人 他們就會比較激烈 甚至你可以說 考試也是比賽 即是你有贏輸 但剛才你說的 林宜連 是另一種更加形式化的比賽 對 那是你覺得它是比賽 但實際是經過計算之後的娛樂 剛才變成比賽 我不敢說真與假 但起碼也有所謂認真與否認真 譬如近鎮子 我相信大家都很明白 這些是你們多說的 即是在中環說多些 這個不關我的事 我不說這些 但實際上近鎮子 我上次跟次官說的另一個節目 就是面試 其實面試是比賽 不過它不是叫比賽 即是你不會有一個贏 因為你贏了 你贏了份工 所以變成另一種 就是剛才Amanda帶出的話題 其實公仔箱也好 網上也好 現在多了很多 就叫做演藝 或其他的比賽 即是那些比賽 平時看節目 已經悶了 就變成一個比賽 即是選手賽 即是素人也有 藝人也有 全部都是比賽 最後都會有結果之類的 即是大家網上 或者公仔箱見到 接觸到那些 即是比賽的 即是有些 就有些 好像Amanda所說 經過精心計算的節目 當然這些部分 現在Live Live有好處 就是你們可以 即是寫一些東西過來 因為之前 即是問的 之前那些 還未能看到大家的反應 沒錯 所以大家一直說 我們都可以 我好大聲 不要緊 即教 即教 你們自己就可以講 即是可以在網站提問 當然 講到開頭之後 講一下淵源 我認識的 蕭公子 其實是來自於全港鮮儀大賽 那時候我是參賽者 你就是評判 現在沒什麼認識 差不多十年八歲的時間 她還是很小的時候 那時候玩比賽 在玩比賽之前 其實我也玩過比賽 有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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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當時比賽的相片 這就是當時比賽的相片 Amanda拿捧獎杯那個 她問我 但現在評判不英俊 所以她不會拍評判 那時候我自己保持相片 沒有拍到評判 沒有跟她合照的印象 找不到 那時候更英俊 那一個年代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比賽 改變了我的工作 由一個業餘的資源 變成一個全職的私業 這個比賽 那時候也挺新的 要有一點介紹 比賽正在講 一年 表面上看起來 就像Amanda 這個比賽很相似 有很多演藝環節 不過 因為我不只是評判 我還是顧問 我想也不明白 如何是設計 這個比賽 比什麼我都不知道 我去設計比賽的時候 有一個很要命的情況 說Amanda親身經歷過 我知道什麼事 是真的比賽 是真的 不是經過計算 做什麼碼 不是那些 雖然那個收視都不錯 但事實上參加比賽 那些就自己心裡明白 是真的要比的 真的要比的 而且我當時 例如唱歌 你知道可以練歌 你可以聽歌 然後你聽有沒有走音 那些東西 我當時都想不明白 私業比賽是怎樣比的 但你又真的可以考到我 變成一個挺有趣的情況 很多人都不相信 我有很多範疇 設計私業比賽 算中 大家認識多一點 算了很多事大家都不知道 例如比賽 那時候我的心態很簡單 就是覺得自己都做了這麼久 自己說自己厲害 有多厲害 你要出去外面 怕自己的井底之話 所以就這樣參加這個比賽 而當中 想到極不明白 為何你可以私而入比賽 就是檢查到我 由初賽、複賽 到決賽的部分 等等的事情 變成了 我在參賽者當中 我就很認真去 夾自己 當然能力有多少 就得多少 但比賽也是比賽策略的 但當然 評判在道 其實我也想知道 已經很久了 為什麼你要選我 以及評判 你如何去檢查這件事 因為很多人經常在比賽 其實不多 要聽評判的心理 因為大家在螢光幕上 看的那些比賽 歌唱比賽 都是娛樂成分多 一個要罵人 一個要讚好 那是娛樂成分 要找收視 但真正的比賽 如果你真的想贏 很多時候 評判有很多 心理狀態 大家都猜不到 那就是評判 現在來訪問我 好了 先回來 我又不說謊 我又不說謊 很大件事 為什麼呢 我也想知道 是否真的要說老實話 我怕他拿東西扔我 我應該同場的應該不會 我那時候比賽的人 應該都不會在這裡 去說你的 你不要哭 你真的不要哭 我預料了 其實我開燈這個節目 我有點害怕 這麼多年 沒有人知道的內幕 沒有人知道的事情 沒有人知道 除了評委之外 沒有人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也很想知道 為甚麼Amanda很厲害 第一句你會斬 我一會哭 其實我是讓你輸的 真的很害怕 Amanda是完全沒有想過這個事實 這麼害怕 這個其中一個部分 我是讓你輸的 當然有些收到評判 有些跟我說我會贏 但遊戲規則 為何一個輸 最重要是為何我會贏 原因就是我設計比賽 大家都不知道 我第一件事 是架空了 你所謂可以做馬的機會 基本上是沒有可能的 有些比賽會 正如剛剛Amanda說的 所謂經過一輪精心計算 沒有的 但我的精心計算 是反向的精心計算 是架空了個別評委的一言堂 所以即使我是設計的遊戲 設計的評選準則的話 我有個檢查箱 有清單 是很清楚寫完 你的分數 檢查箱 是憑甚麼東西 拿那個分出來 然後評委是要投票的 你不要以為是正式的 如果我把分數都爆出來 把分數都拉開的話 其實影響不到總分 即是既計分又計票 即是精心計算 這是很殘忍的 又把魔鬼割出來 正常的 大了就明白 你所謂一個認真或者真的比賽 爆了冷也有 第二件事就是效率 參賽者本身可以用你的策略 儘量避免你一面倒地拉扯分數 所以在評分裏也要架空這件事 我們真的要看這個資料 所以就以私以比賽為例才算 我很多比賽都有份參與 設計也好 確保了如何客觀 公平 透明有可比性 比賽也不可比 蘋果和橙是兩件事 最好吃的水果 所以在比賽當中 我一定有客觀標準 所有評委都要預先同意 跟這個標準做事 在這個情況下設計出來的清單 都很複雜 不是很容易一件事 要公平 公平本身就不是很容易一件事 你避免人的主觀 除了自己的評委主觀 參賽者的主觀要小心一點 我見過的 有些人認為自己很有才能 是有 有看過張宏榮那套 那套戲《金枝玉葉》 這個也是 是真的爬上桌上哭 有些人 越大期望 其實你有機會 越大失望 對一般人來說 不要說這些比賽未必會知道 最多人會看的 比如《American God Talent》 《Britus God Talent》 你會看到 或是《American Next Top Model》 覺得自己很厲害 可能未必能走得很遠 通常都是這個情況出現 有些節目可能精心計算 令我反差 我不是的 反過來 其實比賽中有一件事 亦是一個雙向溝通 就是到底在那個行業或專業裡 是否真的用某些標準去評定專業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贏的話 大家要心服口服才行 如果不是的話 一個DQ了一個可以出閘 死人 那是另一件事 那次比賽中還有其他評判 還有其他評判 很重要的 所以評判的組合 和他們先前的共識 是一定要客觀的可比性 變成有一個比分內容 不同的環節都應該要滿足到 我不一定要每次爆燈 但是你不能夠某些環節不見了 某些能力不見了 我們是說私宜的 要全方位 你初賽、福賽、決賽 你的比重可以不同 有些可能要考慮急財 有些可能要考慮準備功夫 有些要考慮準備功夫 即是概念是否真的像一個思議 第三就是看效果 即是臨場的反應 演藝水平的諸如此類 變成你幾個都要滿足到的 幾個不同的側重點 都要滿足到的 全圈出來的話 那個冠軍實至名歸 你贏到的實至名歸 我不反對 我看我的平均分別 都說我給你輸 不好意思 不是差很遠 很可怕 策略 策略 問題就是 一定要清楚比賽遊戲規則 到底別人選擇什麼 我不是說是演藝大賽嗎 是 這是真的 我不是看你演藝 你還要考慮一下 你的設計 即是主持環節設計 以及目的 要達到什麼 然後看回頭的話 在策劃上 你真的要注意 所以有很多事情要看 我終於看到別人的反應 我剛才睡了很久都看不到 有很多事情要考慮 有 臨場你會發現好像很輕鬆 但斬下眼就過了 整個比賽你隨時都忘記了 事後看一份錄影 我自己的樣子 我已經忘記了當時發生什麼事 不過最深刻的是 當時選擇了一個項目 即時要給一些反應 這也是令到那一刻 原來我也能回答一些東西 亦有不同的反應 例如這個 從那一刻我也很明白 蕭公子的感情辛苦也很豐富 我什麼事 又爆我 又爆我 我爆你 很多年 真的很多年 那時候我記得下台就跟我說 我題目的危機是什麼 就是在婚宴當中 有一個富二代 前妻走來踩台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想的 前妻踩台 然後我就要回應 我就回答了一些東西 然後下台之後 祝賀期間說了一句 其實你回答得不錯 將來我的朋友結婚 或者你自己結婚 我也要幫你幫忙 言下之意 都是比較多不同的朋友 對 不同朋友的組合 我就回答他 其實我的人生很簡單 那一刻我就知道 蕭公子也是比較豐富的感情生活 又來爆我 我的朋友的感情生活比較豐富 這個我想是一個 當初的時間裡有這樣的結緣 但是有這樣的就是說 在這段時間 這麼多年 就是蕭公子 都會在私宜的路上 或者在這個工作上 有很多不同的建議 都是這樣說的 其實走到最後還能走到 都想轉健在 當年比賽的很多朋友 其實都沒有在這個工作裡 再繼續 可惜嗎 因為他只是一份工作 所以又有不同 所以有時候比賽 有兩個原因 我想是一個相向溝通 可能他們贏不到 可能會失敗了他們的 那年亞軍還是在市場 但是桂軍 或者其他人 就比較少 是很職業地做這個工作 我覺得反而不太健康 我們要想想 是的 很多時候比賽 比賽也是這個問題 比賽是否真的 他這一行 例如有幾年 有些人比賽之後 是完全不關事 就贏了 也沒有在這個市場出現過 其實我數得出的 這麼多年 變成了有時候 比賽就是 比你做什麼 是否真的可以做到目的 還是可能拿出一件事 有兩件事 一是主辦單位很想搞 就是為搞而搞 有些人說 做了一個比賽 可以的 譬如某程度上 某些比賽 大家比我熟悉一些 某些大台的比賽 他贏了 有些是想進去演藝圈 但有些可能贏了冠軍 反而沒有其他位置 發展得那麼好 但當然 通常冠軍都有些好發展 但比例上 譬如 港南 很多人贏了 很少看到他有一個好發展 很奇怪 次官上次說了一些大台的 他給他有很多資訊 他說的就是類似你這個 但跟我設計這個比賽 不同的 因為這些是真實的 我們這些是真實的 不是真實的 這麼簡單的事 次官說了一個很功利的概念 你不能怪大台 因為他的投資太大 我當然知道 例如佳麗 冠軍 反而未必他們認為是 最慘勢的 原因就是 冠軍是 一整年 外面沒有東西可以做 你不能夠做大台 賺錢的節目 你不能夠做發展 你做了很多比賽 這就是 某些比賽 根本不是純比賽 所以他有些計算 就為了這些人 我又不是完全怪他 即是歌唱比賽 你不能太過素人 或者譬如說 有些比賽 剛才你說的那一種 根本都不知道 或譬如去年 曾經說過大台 說會有私儀比賽 那些學生 整個市場就很期待 甚至乎有些 對 甚至乎有些學生 說我要準備 還是要訓練自己 但最後沒有了 一七年了 都未見到 但我又說了一句 去年說的事 我反映說 你要記住 真實舞台的思儀 和大台的思儀 是兩件事 第一件事 你要先上鏡 如果你不上鏡 就拜拜 是 另一件事 也要解釋 為何有些人參加完比賽 而沒有任何行 我反而覺得很可惜 就是我的設計 我要再想一想 是真的 所以為何是認真的比賽 或者一些有計算的比賽 都要敗粗的分野 但就算你是認真的比賽 也有其他的計算 其他計算是甚麼加科 因為當時我到現在都沒有改口 一路而遲 當時為何我肯幫忙搞這個比賽 是有一個 career plan的概念 是要推廣的 你想得那麼遠 當時是有講這個宗旨 當時你是參賽者 你當然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當時主任單位 是做過青少年的輔助 是 還有青年專業的培訓 那我就很成功 是成功的 你也拿了獎 去年 另一個獎 那個已經是創業獎 那是商業上的獎 你說我計算 有一個成功例子 雖然我不讓他贏 但其實比賽是成功的 in this sense 很吊詭 為甚麼呢 因為當時設計的比賽 是有一個計算的 不過就不是一個 不認真的比賽 打一個認真的比賽 而認真的為甚麼呢 是因為認真的比賽 而這個比賽是open to all 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參加 尤其是青少年 而如果你是有才華的 但是不適合公仔商 那種有計算的環境 你是要憑自己實力 憑自己創意 憑自己的努力 可以有一個自己的事業 事業這個概念 不是打工那麼簡單 你估計是私餘可以打工 但是作為一個專業 一個可以發展的專業 他可以有自己的標準 同意不同意 後來Amanda拿到ISO 你明白為甚麼 你不信 你不信 我早就說了 我不是先知 我不是燈神 但起碼我看到那些東西 是scientifically true 就是說你作為一個人 你有你的才華 你就算不是天生 那麼有才華 但你也可以憑一些客觀科學的標準 去培訓去爭取 比賽概念就是 這是一個很小範圍的比賽 更大範圍的比賽 是你的社會背景 所以其實比賽這件事 有很多人好像以為少接觸 但其實經常接觸 但又回到你懂得比賽這件事 事實上又可以獲得某些 譬如真的我獲得比賽的冠軍 是真的蠻好用的 在別人不太熟悉的情況之下 又不是賣樣 又不是什麼的情況之下 真的叫做有多了人認識 是多了工作的 但其實說真的 譬如很多比賽 譬如鎮子 有時也有不同的比賽坊間 反而很多人對比賽的看法 或者玩法很不同 就覺得只是集中做某件事 譬如鎮子比賽 想說話就可以了 但其實比賽有很多心理上的因素 或者策略上的因素 是要處理的 但就不是很多人會了解 我實際上說 我實際上比賽 因為我鎮子比賽之前 我有唱歌的比賽 很明顯 我也有張相片 有有有有 上面是第一個 你可能向上 歌唱比賽 很令人害怕 那張相片 那時真的很小 我當時是玩唱歌的比賽 所以反而我對舞台是熟悉的 只不過說話和唱歌是兩件事 但起碼我不會害怕上台 但問題相對地就是 在你習慣了比賽的時間裏 事實上是有些比賽策略的 即是當時玩比賽也好 我在心理狀態的調整是有的 或者我會對著的標誌 甚至我會知道有什麼技術 是可以拿多一點點留意 我也是有做到的 這也是一些策略性的事情 有時候有些朋友可能會經常玩比賽 但他們不太知道怎樣去做這些策略的話 某程度上也可能會影響到結果 這就是有時候 為什麼比賽這件事都想拿來談 就是希望你能夠了解這件事 很值得說 這件事 Amanda說贏這個比賽有幫助 這是很重要的訊息 贏不是只有一個名字 那麼簡單 比賽本身是站在某些事情 如果比賽的設計 不太有代表性 你贏了就沒意思 這個很害怕 你那個標準本身出來的標準 是代表了什麼 所以變成香港人可能心理上不太習慣 比賽有一點負面的情感 就是要考試 就是要考試 問題是你會發覺 如果你放在美國 那些開放少許文化的社會 他自小是玩比賽 很少比賽 自小是美麗製作品 乾燥比賽 有些人又說太小時候 那些選美又不健康 視乎你怎麼設計 對 他是比較正經一點 但有很多是為了娛樂 為了收市 為了賺錢 是很不正經的 但問題就是 剛才所說的 我也覺得很可惜 因為本身的設計 希望年輕人可以 視自己有沒有這方面的才能 或者專業的水平 或者機會 那麼回答是怎樣 即使輸了也不重要 這個選擇是怎樣 其實 我想宣傳得不太好 但輸了也不重要 又反過來拿成績表 你知不知道有什麼要改 這個才重要 但其實很少比賽會說 什麼完結就算了 因為說真的 比賽也不只是第一年 也只有幾年 但完結真的沒有 又不同 譬如我的義工團 中間經常找蕭君子做評判 中間完結 他也知道 我會有診症的時間 即是完結了 我就會評判 但其實很多比賽很少 還有有時候 剛才你剛才說 我剛才想說 你還沒說完 我想追回 就是說認受性 有時候的比賽 如果本身是很好的 你當然贏了很開心 但本身是一般的 也算了 本身好的變成一般 也很大件事 譬如去年結晶 整件事 我真的有些朋友 他有玩去年結晶 幸好沒有贏 我想相對 這段新聞太負面了 整件事 就覺得 潔青可能等於賣樓 變成這個比賽 其實原先是很崇高 但越來越 好像被人感覺到 不是那麼高的名字 跟你的名字和你的質感 贏的那些人 一般 也有聽朋友說 這些 你回家來玩 那些情況 好像某些人已經覺得 算了 不是真的想像中那麼厲害 因為以前 早期的潔青 是很厲害的 即是他們真的 很傑出的人 就會拿 我想這個是說 比賽開始 都這麼想 或者認受性等等事情 其實我覺得 是會弄死的問題 當你越 將它的氣 將它隨便 將它的質感 減低的話 整件事就會變差 但你說 沒有辦法 我覺得香港很多時候 有些比賽 是幾難維持高的認受性 或者可能令到 人們覺得尊重的部分 比賽太多 主持的單位 那些人有沒有堅持 我想背後 還有一個理念 很重要 等於我才選 我不需要放鬆 我不收得太嚴 已經算比賽 可以了 雖然我還未贏 雖然我手上 我不是最高分 但最後你贏了 你有很重要的目標 在手 任何比賽應該有目標 不只是我製造的冠軍那麼簡單 但是我這樣說 很坦白的 如果我們這一類 去做一個比賽的評判 或者設計的話 應該會是很麻煩 因為作為一個單位 他們要考慮比賽 當然是 我要多人看 要多人玩 要嘩 要有很多聲音 但你明白 很多聲音 未必是真正正做到 評核當中的要求 所以有時候會拉扯這部分 因為第一年不會是 蕭公子 之後幾年 有不同的評判 其實也會看到有些部分 那種拉斜 還有我想 某程度上 大家玩比賽 可能都比較少 在評判角度聽 究竟 比賽會是甚麼 或者可能評判想些甚麼 以及這麼認真想的評判 我都遇到一些很隨便的評判 因為有時候 有些比賽的評判 他不是因為他的專業 是因為他的位置 即是他是主席 他是某些身份 因為我都試過做某些評判 結果是因為多了一些不關事的人 在這裏錄 分數是令到應該贏的 可能跌低了一兩級 所以比賽有時候 我跟學生說 你都遇到最後的運氣 正如李慧斯 踩單車一樣 多厲害也好 都會脫腳 但視乎又是大會主持的單位 他有沒有預先跟評委交代 清楚整件事是甚麼一回事 主觀感覺是走不掉的 問題是不可能 有一個人在 就令到全面全都消失了 所以它是令到有少許影響 但你明知道最頂端的部分差少少 即是說頭三甲可能都是那些部分 所以是那些位置 那是令到我深深感受學生一件事 就是有時候的架構上 或者有些人的質素 都可能影響到贏的那個人 實際上誰有權參與比分 就算了 有很多時候 所謂的比賽 你看看你甚麼的評委 坐在這裏 你自己心裡有數 你說策略去應付 沒有說不行 是可以的 即是等於我打開門做生意 百貨對白 是 不簡單 我都要想一顧客心理 但是 反過來 就是說 主民單位如果不小心處理的話 就會有一個惡性循環出現 就是說 你會坐在一個檔樓 有權負責主義的那個 原來權負責是否和你的責任成正比 大哥你不想就很糟糕了 我會覺得很看單位 那單位本身真的要有些種子 說到比賽真的有很多事情要考慮 當然這是正經一點的考慮 因為講到這些專業的部分 我們就會很正經的情況 但我想問 其實對於你的立場來說 是否建議人參加比賽 任何歲數 即是小朋友去到大人 或者你這些歲數 玩比賽 其實要練這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說是棉皮口 練跌落幾 就能起身 真的很重要的 但我不知道家長怎樣看這件事 其實沒有所謂贏在起跑 你每個人去到終點 都會被迫崩壁 一定會炒車 就算車神也不會炒 也不會不炒 也一樣 問題是你練習如何 炒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練習 還有玩比賽 我經常都覺得 我經常推了一些學生 去試試 因為你現在還未出名 你還未出名的時候 你輸了 你起碼懂得控制你輸的情緒 到你第二次 真的會很出名的時候 整件事是很不同 回到剛才說 林一年的情況 她的推廣來說 她說她放下她的光環 因為她的位置也很高 她說她放下光環 她想試試一些新的東西 不排除 這是真實的情況 但也有很多網民說 你現在很貪錢 你去內地賺錢 那些位置你不用了 我假設這件事 事實上她是想試一些新的東西 因為去到那麼高的位置 其實很悶的 但在內地這些比賽 譬如Jem有一個很明顯的個案 忽然伏了一聲 全國都認識她 整件事是提升知名度 但林一年的需要否提升知名度 不知道 但這個比賽就是 可能有些人真的想挑戰自己 所以會做一些這樣的嘗試 那她也不用了 但她也會做 你的樣子是這樣的 很不同的考慮 真的 如果以林一年的那個 不要說光環地位 什麼光環 原則上來說 你不限年齡 不限年齡 她的比賽其實有很多 齊全都有玩過 但那個節目本身大家明白是有計算的 對 我也曾經聽過 我有些朋友是做老的 因為老的節目 大家可能都聽過 她們是說 已經知道第幾集會離開 這是計算的情況 我也不驚訝 只不過是你能否成功 或者你作為一個觀眾 你看看能否開心 但你很認真 像我們這樣 這麼認真去討論比賽的背景 你就會很不開心 比賽 有些遊戲 有些人 所以為何反過來 先講一些基本的事情 再講一年 基本的事情 如果你比較香港的社會 整體來說是亞洲人的社會 跟鬼仔貴妹的社會很不同 最大的分別是一家科 人家其實在文化上 是鼓勵你去試 鼓勵你去錯 否則你不會學 因為他的學習程式是很自然的 所以別人對於比賽概念 一方面看起來好像很激烈 但其實可以相對來說 其實你是要全圈的 而且我經常都覺得 我看到比較多 就是覺得自己很厲害的 玩比賽是死得更慘 因為一來 其實他沒有調整自己的心態 有時候瘋芒太老 有些事情都會難搞 覺得自己正在贏 有些事情可能會漏掉 有個機會 對 比賽的心態也很重要 所以有很多比賽 尤其是自小玩戲 輸是不重要的 我經常跟人說 很習慣的 你亞軍都一定會輸給冠軍 你知道一個人贏就是最後 一個人是冠軍 你可以記得幾個嗎 你參加了比賽 一百個人裡面 九十九個都會輸 你要學習輸是怎樣 而那個過程 所以為何會輸 贏輸兩句算 到底為什麼會輸 你有沒有一個回答給他 如果你是一個回答給他 我覺得是一個很健康的學習過程 如果只是沒有的 贏輸輸 我覺得這就不是一個很健康的學習過程 但其實真的 我不知道網民你們怎樣看 其實很多時候 真的完整是 沒有人告訴你發生什麼事 即使學校也很少去做這件事 說真的 我要每一個參賽者 去告訴你發生什麼事 第一件事 你的評判要夠很熟 第二件事 就是你要花很多時間 這很難 有時候會完結完畢 就會令你總會很硬 早就要吃 但這是要心機 這是要做了心機 然後比賽 有多久 有心機是為做好事 這也是回頭 很大的問題 這是由於重選 如果從一個學習 成長過程來看 你值得認真去做了 所以為何可以回到億年的個案比較 你會發現是否需要選擇比賽呢 我覺得是有些計算的 你說寂寞也好怎樣也好 但億年現在不夠吃就不會吧 看看你想要吃什麼 可能是子女大了 有分別是甚麼家科呢 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遊戲 先說遊戲 如果他需要一個十億人的市場 或者是另一個公仔商 需要一個新時代媒體的地位的話 那就不好意思了 可能他真的不走那條路 不參加那個比賽不行 因為這不是一個比賽概念的問題 是一個遊戲的問題 你先參加還是不參加那個遊戲 即是In the Game 在這樣的情況下 因為那個原來是入場券 沒有說話可說 你剛才說的令我想起一件事 其實比賽會不會是玩最早會比較好 例如我是第一屆 事實上是多人記得多些 梅艷芳第一屆新首歌 獎人大吹的冠軍 是很多人記得他的 但越玩後面 可能因為要玩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一來二來就是 當一個比賽開始怕悶 就要找一些新的東西 但那些新的東西是沒有關係的 搞定搞定整個比賽會變質 你怎樣看 我想是比賽變質 對,因為你同樣地會做便會悶 變是很重要的 悶也要看為什麼會悶 因為有些人覺得悶 是有些人覺得悶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需要不需要那些人 很多人都會像我這樣想 你需要不需要那些人 你悶就不要看 其實我們也挺兇 你不喜歡他就算了 我是很兇的 所以跟我們的網台一樣 如果沒有營養 你說得精彩又如何 我覺得我不需要認識你 可能我們的工作也有需要 你自己也要看一齊表演 不關我的事 因為我們工作也需要認真專業 當然我覺得做MC 隨便我會說話就可以了 但當我們做政府 或者可能做一些品牌企業 當你說錯一點可以很嚴重 我就會很認真的 例如剛才來之前 我和小公姐一起合作的事情 隨便可以了 我說不行 我習慣了 你習慣了 所以比賽也好 有些聰明的事情 我們會拿得很緊 別人怎樣看 我沒有辦法去招呼你 例如我們都遇到一個問題 例如我們有些比賽 想在商場舉辦 他們會說 你會唱歌跳舞嗎 有沒有聲音 那不關我的事 我都是不理你了 你喜歡看就算了 但當然我也會承擔 但可能相對地未必有這麼多觀眾 但我班真的比賽的質素 就可以提升到 所以有辣 有不辣 當然有很多朋友說 我都不是經常都比賽 甚至乎我一生人當中 但見過 但很少去感受比賽 關我什麼事呢 這個看法 我想日常生活當中 可能有很多很小的事情 都是比賽模式 或者需要這樣的調整才會更好 對 所以為什麼就是 你從小練習的心態會更好 如果家長會很明白 他們經常都要比賽 而且經常都要低一點小朋友 真的要比賽 低一點小朋友比賽 是一回事 你明明他們的學習 不是很多比賽叫好的 他們的CV很厲害 這麼大大幼稚園 比這個比那個 你比我理所 其實我覺得我是不會看的 說真的 不是的 你真是聽清楚 別人的家伙 就是面試顧問 不是老點理 我有很多朋友 小朋友入了所謂名校 都很煩 所謂 所謂名校 問題就是 我也是邊監 大家知道 所以見到面試的時候 其實今天學校都不在乎 你的所謂名校 不會在乎的那些 就已經有問題了 那表面那一層 還是裡面那一層 當然我也是 真的有什麼時候選人 你知不知道 坐進去的時候 還是離開的時候 前後 我也很喜歡看這些 有發覺有些等待室 在那裡 在那裡看看做什麼 有些文畫 書仔 玩具 都放在那裡 小朋友和牙掌一起坐 看你什麼表現 CCT 會的 就算小朋友這隻 或者有時候我也會做評判 後期了 我最喜歡看的是什麼 他說的那些 未必是我最喜歡看的 通常都很 哇那些 我最喜歡看一些很細的動作 例如來的時候怎樣 走的時候怎樣 還有我很記得 近來我有個 screening 就是一個比賽 因為他要玩比賽 我要選一些人參加這個比賽 我就給了一個題目 他們全部不知道 最後才會加的 就是怎樣 一張白紙 給一點黑色的中間 然後問他 說 然後有很多人 他就收了機 然後雞媽媽的 脈也都出來了 他的腦衝這些 但問題就是 我在他不知道的情況下 其實我聽他說的長短 那一刻反應 我就知道這個有沒有質素 變成是遊戲規則 讓他準備的東西 他們準備完 但其實我要看的 未必看得太準 反而就是看沒有準備的 底運就被我起了出來 就很視乎真的 比賽要什麼 因為說真的 那個screening 是最後要讓我去訓練 然後再去玩比賽 我覺得某些人的質素 說真的 這麼短時間裡面 我真的沒有可能 整個人都被換掉 有些元素 你有的話 我訓練你去贏也比較簡單 但如果你沒有那個元素 我很難訓練你去贏 所以這些都是說 像小朋友一樣 就是看一些沒有準備的 沒有準備最難搞 最難搞是什麼 就是你的底運有多少就有多少 這是過往的家庭教育 所有事情 所以我想可能玩比賽 看法和一般 大家以為要玩那樣東西 可能有多少少深層次 你做過評判 當然是心水清 我當然知道 我上次有人說 你不要想評判真的很專業 有時候 其實分未算好 你不要搞我 我還未搞定 很煩 很煩的 這些部分 所以說比賽這一下 就是說 你已經進入了遊戲之後 就做了這件事 也是遊戲 所以為什麼一年那一下 可能因為他進入另一種遊戲 跟以前那個 你以前那個 所謂的星圖 不是這樣設計的 我剛才說 梅艷芳很簡單 那個年代很簡單 他贏了科技大小 張學友也是 那天有十八區 重來世紀 重來世紀 但是真的 很早期 你會記得更多 但當然近期都有 譬如陳奕順也是 他是後期的新手 但是他可以贏到開行 現在贏到 基本上你很傻 香港還有什麼男歌手 是真的可以去這樣的位置 是真的沒有什麼 相對地 這個也在說 不是說後期的不好 而是當然你的能力也很有 但很早期的 有時候 我覺得是時間 或者是剛好 年代的原因 是容易令到你 更加走得更厲害 因為那時候沒有 他就找了你 所以有時候真的 我覺得玩比賽 新的比賽 最好去試一下 因為第一件事 他隔離不太好 建立 所以有時候 不是 是容易一點的 我覺得 這個可能是他看不懂 這個 因為你可能試 試的時間 可能他沒有那麼多 考你 因為他後期發展得更多 那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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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 那天新 那些人就會問 第一屆會是誰 第一屆會是誰 那是容易記得更多 因為我是第一屆 我有這樣的印象 文艷芳是第一屆 我不知道 那你不認同的原因是嗎 很刺激 Amanda想斬我 這麼多學術 什麼 我好像踢到讀書 所以我真的有讀書 為什麼呢 我要解釋一下 社會現象 我剛才說了遊戲的概念 進入某種遊戲的時候 門檻有好 是一個比賽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是一個社會現象 就是當社會變化了之後 需求是不同的 就是人才的需求是不同的 是 因為有很多變化出現了 而反過來有一個需求 在這裡的時候 如何反映這個需求出來呢 是 Talent Hunt 你明白嗎 因為你沒有一個現成的人才培訓 渠道 去配合這個新遊戲 是 新遊戲出現了之後 這些人才如何進入的遊戲 如果沒有一個渠道 你怎樣做 所以有很多時候 渠道本身的始終點 是一個比賽 是反過來反映出來的 所以為什麼我當時 剛剛機緣考核會 參與這個設計 會 你按一下 你按一下 是我的帳號 我可以動的 我可以動的 希望 所以通常就是 新時代 新遊戲出現的時候 你有新的人才需求 你有新的人才需求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 用舊友渠道 提供給你 自然之外 有一個所謂的 勢選方式 有輪選方式 有輪選方式 制度化 變成一個比賽 你明白這件事 是 因為 大家再熟悉一些 歌唱比賽 很多年段 有任何情況 都有的 因為已經有一個組織 只是玩法不同 究竟是即時的 還是怎樣 現在要玩歌唱比賽 大家熟悉的 又要講一下新路歷程 當然 又要這樣 觀眾不同了 都是一個表演 你的媒體不同了 我真的收過一些朋友 大家很熟悉國內的歌唱秀 講明 唱得之餘 故事要特別的 你才好上去 這個其實不是歌唱比賽的本質 因為你要看 所以你就會有這樣的事情要做 所以以前 因為我小時候都是玩歌唱比賽 其實很簡單 唱歌 就去 他不會理會你 唱得好聽 但後期 例如電視圖 很漂亮 又有背景 但風間那些是不需要的 就是聽音樂 其實聽 其實是的 說真的 例如音樂那些 我經常都說 好看的 或者好喊的 我不會下載自己的手機 因為聽音樂很累 一來 但當然 譬如這班小朋友 或者現在的年輕人 他們喜歡那些 那麼吵 沒有所謂 每個人都不同 還有很多歌唱比賽 進入了這個市場 所以遊戲不同了 自然的規則或要求不同了 倒推出來 你的切入點 就會有一個新的比賽出現 所以 你的理解是沒有錯的 有新比賽 可以進入去 可以進入新機會 所以 我不肯定是這樣的 所以 你還要遇到 可能 你的年代不是那些 你沒有新的 歌唱比賽一定沒有新 因為已經不是第一次 看你那個年代 也不是很久以前 新形勢 就是年輕人的出路問題 我寫的世代之戰 那一刻 我很早已經感受到這件事 幾十年前已經感受到這件事 你也很年輕 我也是 就是 某些時候你會有 Generation War 你沒有可能再用以前 例如大台的渠道 或者某些所謂機構的渠道 去再限制你的年輕人的發展 他也支持你不起 所以 你自己支持的時候 你在一個自立的情況下 如何可以令到年輕人 明白怎樣才成為一個 一個獨立的藝術 尤其是詩儀這一份 你又不一定靠樣子 又不一定靠背景 又不一定靠演藝術 不好意思 我基本上兩樣都沒有 我其實是齊的 不過 我靠自己的能力 別誤會 所以最後你也有創業 最後你也有創業大獎 當然 其實這件事情 都沒有想過 你拿出演大獎的時候 什麼時候 去年 我忘記了 所以其實五、一、六 一、五、一、六 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的預測是沒錯的 是 隔了一段時間 而且因為太新 是摸著石頭過河 但我也覺得是真的 年輕人有這個好處 就是新的東西 沒有人去搞你 我真的覺得 因為他要搞你 都一定要你走出來之後 你才去搞 我覺得零去一 是比較難做的 你一之後 很多人可以抄 一來 看看你的發展過程 就是贏了比賽之後 你知道 認識 對 還有當時不知道可以創業 因為沒有人想過 創業 沒有人想過 創業 沒有變成一個 爭議 我其實沒有看背景 不過 基本上已經知道 你讀書聖不聖? 小時候 不聖 很實在 很難想像 技術上來說是廢星 又不可以這樣說 但你不是你的那種 我不是 因為當時我家境 好像余齊肥 我家境的原因 我沒有選擇去讀什麼副學士 其實當時開始有的 但我覺得是浪費 我也是浪費 一個年輕人 就像美國 拿完門回來之後 絕學 寫了一篇文章 在讀大學 當然浪費時間 還有一個陷阱 出來已經生人錢 像是香港小孩子 我那個年代 我很明白 我沒有這樣的能力 去玩這個遊戲 所以我就出來做事 醒目 出來做事之後 很辛苦自己儲錢 但不一定覺得適合你 那條路 是的 還有就是做了師 之後發現自己真的不夠 自己走回去 我是自修的師 我讀了之後才覺得 原來是我自修的 我踢你去讀 因為問題是 你不夠用 還有我覺得 是訓練的思維 還有我很發現 自己去讀 和你現在逼你去讀 或者用名字去讀 很大的分別就是什麼 同樣是 讀完都忘記了這些東西 我也很承認 但我很記得一些技巧 技巧 我要自己找一些內容 譬如我要找書 譬如大家可能隨便在寨廠 很簡單 但我的寨廠是在英國的 我是要找方法在香港借書 或者要在內地買書 接著我要考試 怎樣呢 考試連一個人在香港的市場 那香港你會有剝卷 或者有些東西給你抄 或者有過往的試題給你參考 我是只有一張紙 OK 怎樣啊 我怎樣考 那我要找 其實這個技巧是令到我 現在很懂得什麼 找東西 其實你未必會懂些東西 但我最好是 我懂得去哪裡找 其實你是歡呼很多 我曾經訪問過一個博士 我就覺得很厲害 你看這麼多書 你很聰明 我經常覺得人們讀書 為什麼你記得這麼多東西 第一反應就是 你都傻的 我沒可能寄完這些東西 不過我知道哪本書 有我要的東西 所以就去找 我那一刻的儀式寵符 放下錯的迷思 所以我想都有一個原因 就是其實你的學術背景 我不是因為我需要 因為那張紙紙 而去讀這件事 而是我覺得我的思維需要 或者我這個專業的需要 所以踢完之後 我去讀完 很辛苦地完成了幾年 但發現我得到的能力 和思維的轉變 真的差很遠 這件事我經常會 有機會和年輕人分享 或者和學生也好 是真的兩件事 幸好那時候 真的沒有 進去大學 又要欠人錢 又要那幾年 又不知道去哪裡 其實那時候 是有不開心的 見朋友讀大學 有目的和沒有目的讀書 是真的 有很大分別的原因 所以你小時候 都不是坐定定會讀書的人 是的 我都不是坐定定 我都不是讀書後 你知道你要什麼的時候 整個 motivation 其實那種要不是自己懂得要 而是市場 你會知道這樣不行 我語言不夠 我很簡單 我想要賺多些錢 就要語言更好 或者我要教書 我發覺我根底不教人多 我看書不教人多 我說什麼呢 我真的有感覺過 我出來說什麼 我說什麼 我說什麼 其實這些問題 我近幾年 學生同樣地說這些問題 我覺得我沒有話說 我覺得我拘捕 即是叫Dare Air 那時候拘捕 沒有話說 分享不到 我跟他說我跟你的稅數 我跟你一模一樣 我都是沒有話的 因為不是孫開世代 但是我就不斷地 去自己一個library 自己儲一些東西 當然讀書是其中一部份 另外就是平時看的東西 究竟你的鹹養 你的營養 來自哪裡 來自動新聞 來自網絡上廢話的東西 還是可能看到一點悶一點的東西 例如 很壞 我有介紹過阿次官的節目 給我的學生聽 有些告訴我 我兩夜睡著了 很棒 因為可能對於他們來說比較深 對他們來說的認知距離比較遠 我沒有說深 是認知距離比較遠 因為你一聽哲學的那些 當然是暈倒了 有些是比較輕鬆 你慢慢切入 還有那個歷程是需要慢慢去的 有些可能跟他們現在是很不同的 這是因為 你讀過MASTER 讀過MASTER 你先讀過 或者隨便讀過 甚至有人叫我買的 為什麼這麼辛苦 博士都可以騙 他們的價值觀是這樣 所以他們會很認真去聽一些事情 他們聽得不久 而且你要記住 一兩個小時就只聽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有些是處理不了 但那些是精意的精華 你慢慢吸收其實是會好些 但也要教 過程很過癮 你讀過MASTER 不讀書 就讀過MASTER 我經常說 書是起跑線 現在的細節所說的 我完全沒有 什麼都沒有 最後你創業也很成功 創大獎 還有我介過 基本上一些人 一般說創業三年左右 就會倒閉 我也還沒倒閉 還可以的 都上學 仍然穩步上 還沒倒閉 你做了時間做社會服務 這是很必要的 譬如做義務工作 譬如我經常上山區 或者我自己 私業都做一個義務的團體出來 其實某程度上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如果你只是為了金錢 不是不為我也要的 但是你還有 你要訓練自己的人 還有你找回自己的人 基本價值在哪裏 那你慈善事務是好的 還有你會遇到 跟你一樣都是慈善事務的人 我就可以減省了 去遇到一些古靈精華的人的機會 又來 還有我希望可以分享到這些經驗 給一些還在迷惘的年輕人 他們亦都因為這些辭職的工作 他們會對自己 或者追求的東西清晰很多 譬如我上山區找一些小孩子 可能給一些心臟病的小朋友做手術 當你見到一個名牌袋 哇 一個小孩子的手術 那你的人命 你會發現其實 質地差不多 那款也不錯 我不需要 有這樣的資源放進去 我人生可以減省了這個追求 其實會開心一點 而且你會集中 別人會知道你想為甚麼 所以就是說 其實反過來 你會明白就是價值觀的位置 對 有很多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失去價值觀的話 那些東西會失去 對 為什麼就是說 你看到有些事情做起來很像 很無聊 但其實你讓我做評審 看看設計 有沒有避免 我真的不知道 有沒有避免都沒有 你背上價值觀 對 你背上一個我們叫做 pay forward的社會價值觀 對 但是我想這樣說 我們在這裡說價值觀 可能現在我發現 很多人很少說價值觀 例如讀書那一陣 我記得小時候 還有得字體圈尾的問答比賽 或者分社會是會分這些 為什麼沒有的 就是希望你可以找一份工作 或者可能做某些類型的事情 如何賺錢 最聰明的當然會做一些 最賺錢的行業 但永遠教書那些 就是最普通成績 就是教書 但是最糟糕的 應該是最有愛心的教學朋友 這部分就很想來談價值觀 你為什麼 這個價值觀是為樓 為錢 所以不健康 所以新形勢 其實社會多元化了 科技上創造了機會 例如今年的Studio才算 其實那些工具可以很專業 質素很專業 但實際上那張單是很小的 其實那會知道什麼事 但是第一次是否要出鏡 問題就是現在的燈光 Mixer 閃機 其實這些鍵 可以很便宜 很便宜 問題是你懂不懂用 還有最怕的是什麼 剛才你說便宜 所以就是要找清楚 所謂的價值觀 還是家科 很多東西我叫做replaceable 以前我們常說獅子山下 那一套東西 我不是說它是錯的 但有些人是消費 社會會變的 一變的時候怎麼辦 其實我早就已經察覺到 你的generation gap 一定會出現 出現的時候怎麼辦 那你現在創業成功 可以了 那你自己有一個清創模特兒 可以讀神書 我很清楚為什麽 而且說真的 就算你說創業 這個事業也好 背後的動機 我也是希望透過這個工作 那時候你教我 我教其他人 簡單來說 只是一個好人 其實是透過公司 還有一些學生 真的想有他的發展 我現在有一個平台 其實你這樣做 你會舒服一點 而你會將事情做得更加好 就不會因為 我都明白的 你的工作 很多財技很厲害 可能會變得更加多的錢 但當中的價值會是什麽 或者可能已經遺忘了人的價值 我這個工作是人的價值 唯有維護它 我才可以再做下去 其實價值主要是人 主要是人 但是很多人都忘了 所以你看回一個認真的比賽 背後其實有一套東西在 很認真 很認真 有很多人做比賽 坦白說 我控制到當然控制 加入其他比賽 都很不認真 多的事 反過來 當初 你還在廢青年代 如果你不是有自己的醒覺 或者沒有這個機會 最後你選了 每個人都去參加的比賽 很嚴重 例如你可能去參加一些考試比賽 沒有意思 真的沒什麼 而且我沒有空 也不會玩 所以你走的路 跟你完全不同 而且要撞得對 也真的 比賽不要多些宣傳 我那時候為什麼會記得 為什麼會知道 很肯定 就是我記得MTR看到的 很肯定 很肯定 如果你是無尼拉根 其實你宣傳不夠 也很難 剛才說 那場比賽 大家都很熟悉 電視比較多 但我玩的是坊間 沙塔各有 我都會去的 那些 宣傳不太大 但是你在圍內 或者你對那個人有興趣 或者那一區 你就會去找 所以有時候比賽 都是要放機會 有也好 你撞不到比賽 又看看主民單位 出發點是什麼 如果他本身 不是想 要先達到什麼人 即是他的頻道 以及他的 recruitment process 其實都有講究 所以變成 什麼講究 你有設計 你原本是沒有那樣 你有那樣 但都要看錢 你放在MTR 不用錢嗎 問題是你要改變 就要丟資產 所以變成 你真的有心還是沒有心 有心做的話 可以創造更多 現在 其實有很多比賽 剛才說 跟外國和香港比較 人家為何會較為成功 就是 somehow 不是完全成功 原因就是 一早意識到 如果不給多些機會 大家去撞 試 即是 somehow 你不是一個很完整的學習過程 而且我想 其實外國和香港 成長的機會差很遠 除了成長之外 就是很多文化等等 例如你要發現 剛才說的 美國的天才能 或者是 British的天才能 你要聽的是 香港的翻譯 你知道嗎 香港的節目名字 你知道是什麼嗎 我要考一下 他不知道 叫做 全美一丁 哈哈哈哈 不要吵架 是的 那個問題 因為之前有一個 有一個節目 用丁丁做為一個 劍力 所以用一丁 你起碼要掌握你的 但你聽到 美國的天才能 英國的天才能 英國的天才能 即是說 他們對於天才能 很尊重 以及尊重 你才能找到 很厲害的人 但你發現 香港是一丁 公仔面 哈哈 到算 就算你比賽 贏了也好 其實是否真的 給別人尊重 也是一個 怎樣說呢 對 敏心 贏了這個比賽 其實是對我的靈涵 或者路是容易了 但是 你說是否有很大的尊重 其實也不算 很大的尊重 只不過因為市場上 沒有這樣的事情 他只會有這樣的事情 似乎你的獎 好一點 他就給予多些機會 而不是那些尊重的情況 普遍地香港的年輕人 這麼疑惑 就是這樣 你不是去 給別人看你有沒有才能 人家看你怎樣 然後被人叮 其實全都變成娛樂 幸好我當時的比賽 沒有這件事 因為當時說話 而且都是一句 第一次比賽 他們不得閒事 搞不得閒事 不是不搞娛樂 你不得閒事 本身欣賞你的才華 都比娛樂 照計算一下 問心 如果你在說 我們私事比賽 只說話是悶的 因為你沒有唱過 那條舞 當然 好看的地方 就是我們說話的內容 好看的就是 我們撿身撿不到時候的樣子 那些 但是對一般人來說 因為我試過 譬如我們在商場 搞這些比賽 其實那些人會碰巧碰巧 因為他未必會 感受到 是的 但當然如果那些人 就會開心 因為唱歌有娛樂性 但是說話 基本上 除非你很特別 譬如有些人說 公開話 我們也有些事情看 因為內容可以變成一些事情 譬如我們私人說 是在幫助的活動 所以他很聰明 為什麼可以考到 要有方法考對我們 但對一般人來說 娛樂性相對沒有那麼高 所以在搞這些比賽的時候 就要很小心 就是說 可能要在娛樂和實質囊裡 經常拉斜 就跟歌唱比賽 是不是放在那裡 因為我也有些朋友 搞歌唱比賽 他什麼參賽者都好 那些人都會圍的 因為歌唱 音樂也是娛樂 所以他們先天性條件 是多人看的 是比較容易看的 對 變成比賽的部分 在選選的時間 或者做比賽的時間 我也明白 有時候比賽沒有人看 是比較正常的部分 尤其是說話比賽的情況 所以我想 如果大家有機會 玩比賽或者搞比賽 這可能也是其中一個 要考慮的事情 實際上你要什麼 因為你是除了評判 有份搞的 你要做設計的內容 所以這個也是 那時候我也說得很老實 我是商界的 師而復活 我是用家 我用家的身份跟你說 我很後期才知道 他原來是商界的人 我經常說 在你的圈子 我不需要說 對 我的學生經常以為 你是在中大 不是做教授 我不是 但你的正職不是 那裡的時間 比正職更多 你老闆聽到有什麼感受 老闆斬我 其實他的身份很有趣 我老闆沒有拿少了 他要拿的東西 我明白 這就是跟老闆 一般老闆覺得 要準時上班下班才行 但其實老闆是不需要 做到就可以了 如果有一班員工 坐在那裡等打卡 以及在不停玩Facebook的時間 那些是浪費資源 即是說老闆本身設計的比賽不行 這樣說是文化的 即是打卡是成績 我不能不知道 可能有些朋友會看到 為何在Facebook 或者在Google的辦公室 可以玩 可以打得多一點 為何在中國公司 要打卡 某程度上 有些文化也有關係 信不過 有很多東西 譬如創作 或是發送 但你又發現有些員工 本身是很想怎樣找作做 不排除這件事 不是不排除 因為我有些朋友 有些朋友告訴我 好笑的 他之前做兼職 去了一間很大的品牌裏面 工作 但他本身是老闆 但在中間他有些原因 他斷了一段短時間 以及他想學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從低造起 他們發現身邊的東西 是湧原爆炸的 因為我這麼久以來 其實我的工作 不是算是很正式的工作 我也是做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沒有打工 你告訴我 一年有多少間 我是不會知道的 他們就告訴我 為何那些人 可以這麼客氣 為何可以這麼職業 和認真地 如何去 認真地客氣 對 或者是專門不做某些事情 我知道我講這些 可能會被人打 但如果你真的很認真 做的事情 其實你會容易升職 或者老闆會給你很多機會 除非你真的想到 在那個位置 你別搞我下班就離開 沒有所謂的 我覺得每個人的位置都會不同 但我朋友告訴我 在裡面 發現有些人 是很專業地 有些事情是故意不做的 或者電視不要那麼快做 令到他可以生存得久一點 這是我不理解的 我不知道情況是怎樣 我這個現實的世界是這樣的 是 即是是一種生存的方式 是 所以我是不能回去做辦公室的 因為我不懂這個文化 譬如我MC的工作 是認真做一件事 那問題是 你的遊戲是海闊天空的 我經常說 一個年輕人 如果你有理想 想要自己的事業也好 自己的圈子也好 其實深刻你可以參加不同的遊戲 問題是遊戲本身 你有沒有分別設計 我可以有分別設計 假如那個環境是新的 是 白紙一張 甚至是科技也好 社會環境 是創造了一個空間 你如何去掌握這個機會 深刻你如何配備自己 你說遊戲 為什麼你的遊戲在這裡 深刻我認為是一個模擬 你如果能夠一個合理的模擬 你能夠接受到挑戰 你知道你要什麼 例如你回去狂報書 做一個學術的模擬 然後就很認真地 做一些標準出來去創業 其實整套東西 就適合了你現在的新環境 我剛才說比賽是一個很特定的比賽 你再說比賽 很大的就是這個遊戲規則 社會遊戲規則 事實上是 我是在做自己的遊戲規則 我發現你的遊戲規則 我不適合玩 我就會玩自己 因為某程度上 如果我要跟你的那一套 或者我覺得這麼不公平對待 可能有些比賽 或者可能有些公司的情況 可不公平對待 我唯有玩一個自己的遊戲 我自己的遊戲規則 或者找人一起玩一個新的遊戲 就像新的比賽一樣 其實也可能會幫到你走到一個新的路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就是經常說創意 經常說一些發展的東西 有一部分是適合追蹤前人的東西 有些人是真的不可以創新的 這個不是說他的不好 性格上也不同 有些心理學的Tesla NBTI那些 有些人是追蹤者 他做了追蹤者 他的人生是很滿足和圓滿的 你不要搞他 但有些人是會喜歡變化 或者可能是有些新的東西 例如我是這樣 我喜歡創造一些新的東西 但可能在某些地方 例如香港早期 他未必會這麼想你這樣做 很簡單 學校裡面的小朋友 現在叫你不要吵 叫你不要搞不出事 問先生問題是麻煩的 被訓練到你不要搞不出事 但你會失去創意 失去搞新的遊戲規則 這個就是 如果你習慣玩比賽 一講起我才想起 原來我再讀書 再小一點也有玩比賽 我有選寫的 我是寫獎 這個性格 那時候不知道 很有趣的 我有自己玩 我有幫別人玩 我有幫了人家 那時候 個學生會主席 我有幫助助選 我才能做一些 也是比賽 這 тел bea 我幫人家 那我就很懂得你想策略 怎樣可以突出 如何可以令人就會記醒 我實際上有這些 nói 是讀書年代 原來已經有得懂這些作引 而讀書年代 也是拿出來 題目的 BTW 我記得一所選的 另外那個社監 例如四個社兒裡面 我的寫金是最棒的 我覺得這個寫金真的棒得不得了 他跟我說 有什麼事就叫我 有話就叫我 沒事 你不要搞我 很開心 但其他的寫金 他們的寫金是怎樣的 每樣都管 每樣都問 其實是有一點侄外的發展 我不知道因為他比我信任 因為我在競事館已經很變態 做了很多事情 整間學校從來沒有做過的 我不知道這個原因 還是他本身是這樣的人 但我覺得他本身是這樣的人 機會都比較大 所以他沒有理我 覺得有什麼事 他很負責任 有鑊叫我來嗎 沒有鑊 你慢慢玩吧 放學 走路 我想有一點這樣的原因 令我很放膽去試一些事情 去做一些事情 甚至乎搞到學校反轉 我記得以前那些紀念冊 曾經有些師兄說 不認識我 以為我是好搞事 認識我 我是傻傻的 因為我覺得我很認真地去玩 很享受 而且很想做好事情去做 甚至乎有些老師說 未見學生把課搞到反轉了 但問題是 我覺得想做好這件事 我正在做我自己想要的事 但這個技能 可能當時老師也沒有益壓 所以出來社會 我又有夠膽去嘗試做一些新的事情 或者可能去玩一些新的事情 我都遇過有些人 比賽第一次沒有人玩 不夠膽去的 都試過看定些 但我的新的事情 會新鮮事是甚麼呢 新的事情 可能我會變成首屆 這個也是有辣有不辣 我想有些遊戲規則 原來在成長過程當中 很多人被教育 夠不夠膽去參與這個遊戲規則 原來都好像有職關 令我勾起我的童年 事實上是這樣的 成長過程是很有趣的 其實那個情況有點像外國的情況 那些鬼仔玩到電 為甚麼呢 這是一個學習過程 我曾經在看你們的留言 這是一個學習過程 所以別人的社會相對開放 你明白為甚麼 不是說沒有震撼 不說沒有矛盾 但他們的處理方式上 我們好不死不同 即是他們不介意那些瘋狂的 他們不介意那些傢伙不跟規矩 諸如此類 你這樣才可以有改變 而且你這些年輕人真的有在期 但你永遠都是那一套不變的 這是很大的事情 我唯一所謂不變的 我的價值觀不變 我的價值觀不變 但手法 技術 標準 形式 模式 是可以變的 如何令變去發生 還有是有益整體的發展 即是我們叫做 Constructive Destruction 或 Constructive Interruption 是怎樣發生的 要設計到這件事 所以變成是你整個遊戲出來 你設計到規則出來 有很多時候的所謂主辦單位 不是很自然地自己做的 現在教育制度是否一個主辦單位 教育制度是否一個主辦單位 最大的遊戲 即是剛才所說的 我也是一個參賽者 在這個教育制度之下是一個參賽者 舊的可以讓我們這樣發揮 現在新的就很混亂 你會比較熟 你看看誰是個腦袋 你就知道 大家馬上靜了 說得明是不得了 說得明是不得了 你想怎樣 因為這也是事實 我想在那個過程當中 你夠膽去說什麼 或者可能剛好配套上網的年代是可以的 才能令人有一個新的發展 現在不是說小朋友沒有 而是說在吳先生的領導之下 其實大家很慘 甚至乎那些老師 即是幫忙監察遊戲規則的老師 他們都是很不舒服的 因為我正有一個朋友 他是做到抑鬱的 也有不少 而且經常要考他 但考了大難餐 我覺得有一件事頗特別 其實之前我自古都說過 為什麼老師又不開心 小朋友又不開心 家長又不開心 但那些年輕人是沒有聰明的 所以這個遊戲出現了 你剛才說過你是設計的遊戲 或者你是一個評判的部分 在這兩個位置裡面 根本每次都會不同 或者某些事情令到整件事搞不清楚 玩比賽的人怨氣 但問題是我們玩比賽的人 可以不玩 但你一個全香港的小朋友都一定要玩 這個才是最大的事 而且他不能夠破壞 但這件事又過癮了 為什麼呢 那些規則 視乎你破壞什麼規則 很愚蠢地設計這個遊戲 那些小朋友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這真是大問題 你明白嗎 我不敢說 結果是這樣 我也說 他設計的時間裡 我經常覺得他是哪一類人 他就會在遊戲規則跟進 譬如說他一定要跟進答案 你不可能明明 可能事情是二 但一加一其實是二 不行 一定要說二 那你就沒有世界的可能性 譬如說我以前的工作 是沒有100%的事情 你能夠解決就可以了 但不行 一定不行 因為對於評判的那些人 他們是不知道 除了意知外的其他事情 所以我沒見過就錯了 所以就是實際的世界 會變成什麼樣子 他們有沒有視線 有沒有遠見 其實會不會是因為 他們也是打工 好像你說的 如果充塞著 都是一些勇員 想著準時打卡 即政府也有 去日本賞英花 你想想那個系統 但我看他都輸了 他的樣子很壞 說看書就壞得不得了 一數就知道什麼事 對 對 看書也不會是這樣的 所以比賽的部分 剛才我們說了很多 我也有反手 但最慘的是 大家其實原來都在比賽當中 只不過比賽上 是不是一個簡單看到的比賽 小朋友可能是一個教育制度 大家現在其實在社會上 上面都有不同的比賽 即是公司裡面 升不升職的比賽 再大一點 你的社會地位是否一個比賽 有些人可能會玩一些會 或者團體的比賽 甚至負責任 你每層樓都有一個比賽 互相攀比 只不過是你生活當中的比賽 你未必會這麼有心機去處理這個比賽策略 但我那時候玩比賽 是真的有一些策略去處理 因為你很清楚 你會知道比賽有什麼 幾分 講話30分 可能你衣著只有5% 那我當然算了 但那時候好像高一點 所以我都不理會 穿著蠻妝去 但是人生當中 沒有什麼這麼清楚的 你不知道怎樣 我不知道 也要問回你 其實大衛的價值觀 那些人以為大衛的基本價值觀 就好像是一個遊戲規則 例如雜誌是這樣的 這樣說就是 令到大家搞錯了遊戲規則 是什麼 而不知道其實悲本上 人的遊戲規則 可能是關於價值觀 或者你究竟要什麼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是女孩子 可以這麼說 很多性侶嫌不出的朋友 都有遇到一些女孩子 可能很多年都還沒有找到另一半 可能她給你的條件也是那句 又要英俊 又要事業有成 又要這樣那樣 但我真的很坦白地跟她說 有這些不會選你 大家兩個不同的遊戲 最近小娘一周記 阿蛋回來後 她也很坦白地說 梁寬到這樣的歲數 仍然喜歡年輕女 這個規則是沒有變的 但是有些女孩子 就不知道她自己的價值觀 可能她不一定要有一個聰明的 又英俊的 她會飛來的 你明白嗎 或者可能她不會在家裡 這個也會有關係 視乎你要什麼 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就是遊戲規則 或者比賽規則 找男朋友的比賽規則 當中 她以為又要名字又要樣 是先適合她 但其實問生 每一個人要的 是不知道 有些人是故意說 不一定要英俊的 因為她起碼少一點的心血去檢查她 不知道要問你才知道 漂亮不漂亮 即是無故 我也知道 所以你有很多女朋友 可能很壞 因為傳統的小鮮肉 是很不同的 那部分就是有些 她不知道 譬如有些人可能 我記得我曾經見過一個個案 那個男士是坐鱗椅 還是有一些殘障的腳 但那個女生是她的護士 家人經常都在說 你不要要一個男士 但那個女生回答她很清楚 她覺得她的思維溝通很OK 其他的東西可以不理 這個就是她很清楚要什麼 而且相對也很幸福 但對一般人來說 你沒理由找個車 難聽的話就是這樣說的 有些人覺得 對朋友的遊戲規則來說 我帶她不出去威風 她就會放棄 但她遺忘了自己要什麼 可能找了很久也找不到 所以你要清楚自己要什麼 這個很要命 那些錯誤就是這樣 剛才那句話題說 為何現在的小朋友和年輕人 這麼多抱怨呢 就是因為遊戲本身不合理 你一個不合理的遊戲裡面 那是哪個設計 很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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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經常說 因為我私業工作 現在我在做這件事 都很認真去做 還有很有興趣去做 最有趣的地方 不是說話那麼簡單 我很喜歡看我的學生的腦袋想什麼 因為她的口袋會說什麼 她的價值觀不清楚 會很容易 正如剛才你也說過 你都留在八個位置 不是說她說了什麼 而是沒有準備的時候 會做到什麼 而且我們很多時候 沒有準備 稿 基本你會讀到 最基本的就是 MCA最高的執生 就是執生說什麼 剛才我都說了 很簡單 我給你一張紙一點黑色 有些人說 可能人生當中有一點點污點 沒有什麼所謂 但是膨霸的地方 但是因為你好的地方多 你不要眼睛看那顆黑色 很多類似的答案 但有一個說家義媽媽 我就在想她的腦袋是什麼 你明白我嗎 但我要她選擇出來 做一些中高級的事情 她的腦袋就想起家義媽媽媽的粒 你明白嗎 就像你所說 後面她沒有說話 變成她的價值觀是什麼 或者她看的東西是什麼 或者她想什麼 其實很好看 你有沒有聯想能力 這也是比賽 另外是技術 但是很簡單 她的價值觀是什麼 其實是聽到的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做這個工作 就變成已經跳出了 不是一個職業 純粹是職業 是的 我做一個工作賺到錢 但是從當中 其實很多時候你要訓練 或者跟她培育的話 反而是價值觀 你怎樣看這個世界 或者是你平時看什麼娛樂 你是看家義媽媽 還是看樂爸 其實都會知道 除非像我們這種工作 都要八卦多些 如果不是普通的人 一說話 口說會知道 或者留白部分會知道 如果是價值觀好的 其實很多事情她懂得判斷 我MC的工作是什麼 其實你很清晰 在舞台上 你決策能力很強 但很多時候 你沒有自己的價值觀 沒有自己的stand 你就會游來游去 硬是會不到 或者可能會出事的情況 所以這個工作 就變成一個挺有趣的部分 令到我又可以視頻到其他人 又可以聽到她的價值觀 是幾不同的事情 所以有時候我都覺得 每一件事都有不同的層次 例如比賽 以前我純粹小時候是玩而已 沒有想過 當然有幻想過贏 最後是贏了 但那一刻都會抱著心想 可能人家比我厲害 可能會 你也知道我玩比賽 同屆有些是很厲害 本身又做主播 哪有想到自己贏 而且又是廢政 同時又不是聰明 又不是聰明 又沒有後台 又不會評判 你明白嗎 沒有關係 說真的 勝算是很小的 我只留下自己的能力 當你很清晰 我是很專注做那件事 我不會去搞別人的 通常看電影都會有 弄難你的衣服 那些 我又不懂這些手段 的事情 我只是很清晰 很專注去做好那件事 當你很專注的時候 可能結果就會為你帶來 你想要獲獎 或者可能後面你會發現 如果我仍然只是做 接著工作 我不會到今時今日 變成一個公司 或者一個新的行業 是你的轉化 可以幫助你的人生 或者你的路線更闊 變成有些人懂得運用比賽 贏過之後做其他事情 即使是有些朋友贏過之後 他們還會做其他事情 你懂得運用 但你不懂運用就完了 停了 所以剛才你說 比賽當中 為什麼有些人 他不再繼續下去 因為他不懂得 將那件事再轉化 除非你真的 譬如歌唱比賽 你贏了 你一定唱歌 你不能離開 你不一定是冠軍那個才最紅 數落又好像冠軍 比較紅 例如黎明那些就不是 黎明那些又有其他的發展 但通常有些贏的冠軍都會走 但譬如我都知道有些贏了 未必是行唱歌 好像一些張偉健 張偉健分享過 他拍戲現在很厲害 但其實他的冠軍 足球小將都是他唱的 這些部分會是說 贏了和輸了 其實條路都很不同 但你懂得演化 而且你很清楚要什麼 你要什麼 不一定是那一刻 你馬上撿票 我那一刻沒有想過贏了私事比賽 私事可以變成一個工作 當時的年代是沒有的 另外私事可以變成一個公司 沒有的 沒有人想到 張偉健沒有想過 他要做了演戲 做了演員 反而做了 這個猴子真會這麼紅 其實他都不知道 這個世界很大的 其實是變幻完事永恆 這個我很相信 有很多人的眼光 尤其是設計比賽 所以你經常說 你那些人主持大局 那些人 華德士那些人 應該最好是 bring about change 如果他不能夠 bring about change 起碼他要 facilitate change 你和阿弘先生說得多 最差的是 阻礙地球轉 想起來就是 你有能力 可以去 令事情發生那些 真的想清楚自己想做什麼 我想真的想清楚 很重要 很感恩 我們都可以想清楚 做到自己做的事 但剛才說過 一班讀書的小朋友 他們都很清楚 我的朋友是媽媽都很清楚 但這個遊戲規則 就清楚都處理不到媽媽 太注言遊戲規則 另一個很頭痛 所以你自己心無旁無就去玩 我比較簡單 我找到一件新的事 我看過不少比賽 有一個負面的情況 就是參與遊戲 或參與比賽的人 經常訓練一些其他東西 例如扔一招 一定會有的問題 為何會惡化成為文化 你明白嗎 你說這個問題令我想起 好像要拉開一點點 但我覺得 我經常跟我的朋友分享 其實有一個遊戲規則 立法會的遊戲規則 是有人玩壞了 英文人長毛 就是扔了招 那時候我都說 但這件事 我的小朋友會學壞 但那一刻未知 當然現在你會知道了 新的小朋友當然會學壞 而且最小朋友不聰明 永遠抄是抄不足的 還有你玩一個遊戲 你應該想辦法 怎樣贏這個遊戲 尤其是這個比賽 而不是找辦法破壞遊戲規則 然後閃一條路出來 令你自己贏 即是這個路 是否有些擔心 或者是擔心錯了的方向 當你是這樣玩 可以 有些地方可以讓你這樣處理 但你是贏不贏到 你的位置 可以不可以人尊重 還有你是不是 令你後人有影響 到底參與遊戲那些也是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想怎樣 是啊 Takes to the dance 即是設計遊戲那個 參與遊戲那個 設計遊戲可能沒有想過 被人搞成這樣 有些他真的不想得清楚 例如說一些新的時間 是沒有人會想得那麼差 簡單一點 但當你久了之後 你就會想得容易差 因為我發現我沒有能力去贏 我就找一些東西去轉 當然這個也有少許策略 那時候我告訴你 也會有少許策略 我也會有些鬼靈精貴 想怎樣突圍而出 怎樣可能給一些想法 你們可以記得我多一點 這些都可以 但那是基於遊戲規則 很簡單 那時候是限時的 譬如我當你三分鐘內 要做完所有的事情 即是沒有說不行 即是可以的 但問題是你沒有理由 三分鐘你會過往去挑戰 例如他說我三分鐘之後的事情很棒 那這個是不是你自己有少許傻傻的 但是我在三分鐘內 我找一些古靈精貴的事情 令你三分鐘記得我 那我跟著你又是規則 但我令你記得我又贏 我覺得是合理一點 兼且你這樣健康一點 我只是這麼說 因為你每次挑戰 其實你自己又有少許浮沫 但是我覺得見到你的小朋友 後面跟著的小朋友 就會學會越來越差距 譬如說近來梅里小瑞寶 他拿了獎的演藝部分 他都不點名去說 美國的某些領導人 就做一些事情 譬如說你沒有理由 在你的公開演說當中 罵一些人 你宣揚暴力 你只會更暴力 他都會這樣說 其實我們是不是想想 我們的後輩 其實會看著我們某些事情 因為你自己利益之餘 你是不是要想想 因為你出來 你贏了比賽 贏了選舉 知道的事情 全世界都看到的 你不停在做一些 你當別人的智慧在哪裡 其實我被你贏了那一刻 但你後面的人就想辦法 可以的 這個可以的 我突然這樣做 但他們通常都沒有這麼聰明 其實這個社會 或者這件事 他們最終誰受 都可能最終你受 說真的 正在影響世界經濟 有些人很不願意 但有些人會做這件事 我想所有的事情 我們剛才說的 我和私儀遊戲 其實好像是一個很小的事情 那時候你搞私儀比賽 那群人沒有想過 其實贏出來的人 其實是在改變整個私儀的生態 因為那時候是想著 喜歡私儀也是高永限 但其實這件事 我對於一群藝人 或者知名的私儀來說 其實是他們 有些正面的比賽者 亦都令到一些客人知道 性價比高 我們有一些能力的 MC 其實基本上 不用這麼貴的藝人都可以 甚至可能能夠演出的能力 甚至有些可能更好 不奇怪 沒有想過你搞一個比賽出來 原來是在影響整個生態 當初大家都沒有想過 我都沒有想過這件事 你都沒有想過嗎 當然沒有 那時候誰知道嗎 很明顯 很明顯 我想這樣說 很多人都沒有猜到 正如很簡單 例如我搞一個網台 做節目 我做這個節目 其實後面有影響一些 不知道的 反過來我覺得 不需要計算太多 計算太多 沒有好看的 因為你參與後 你發覺生態是所謂的轉變 是 即是我老的 不同的 我也是年輕 今天也有很多 我在外面轉了一個圈 我看的東西是不同的 所以我會留意到 社會變了 或者將會變 年輕人所面對的未來 和老鬼面對的未來 會會會 而且某程度上 做這麼多事情 都希望後面的年輕人 因為這個世界是你們 我們這些都慢慢 即是他培育了我 我也希望培育了其他人 是我閃的 我不會讓你離開 很多觀眾都不會讓你離開 但你的做法 或者你設定的遊戲 其實會影響到後面的小孩 如果他們聰明一點 當然無所謂 但問題有些可能是想壞了 或者不太認真地處理 其實回到來 都會影響到我們這班人 有時候我常常說 譬如說 現在很多小朋友 我叫小朋友 其實是年輕人 可能心態上 可能隨便那些 沒有那麼認真 我經常都會說 我們有機會 六早都會去看醫生 十四室之後 那把刀都在我肚子上 因為他的不小心 其實回頭 我們也是會受的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可以令到 新屬性更好 那個philosophyman 叫做pade forward 你想有些東西會出現的時候 未必一定是我們自己下手去做 你可能設計某些遊戲 設計某些比賽 令到那件事會出現 但發展方向是如何呢 就慢慢 參與那些人是什麼價值觀呢 這個就要考究 即是一個延續 他們設計了 就給了我 我又開始會設計給我的學生 其他朋友 一直都是失火相傳 所以如果你的頭 開得不好 或者是上梁不正 下梁歪 我其實不是看那麼多書 他肯定都 我又不是經常在日本上映花 哈哈哈哈哈哈 有給我教過書 大家知道我是什麼人 也是的 變成沒辦法 可能未必會那麼嘩 或者那麼搶 坦白說 剛才看到我們 沒有第一次做Live 都不算有很多人 但是要守住這些位置 當你拿了一段時間 好像很威風 有些東西可能會歪掉 或者小朋友 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了 後面就難搞 因為他們又會回頭照顧我們 我老了都要靠他們 所以說回我們forum 一小時 時間差不多 為什麼特意請Amanda 開一個新主題 為什麼開新Studio 因為那樣東西 會有生態影響 我們的生態 說了 你肯定是 我們台的宗旨 就是一人一支咪 你說什麼都可以 哈哈 都要習慣 原因就是生態變了 你不會有所謂一言堂 你不會主旋 原來這個事情 是不可能不發生的 我現在學習當中 所以就是 開一個新的環境 大家習慣一下 一人一支咪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 也有人提過 Amanda也擔心 好像那些修士論 她研究過很多東西 我也有害怕 但我不在乎 其實暗瓦底去到尾 都照做 我都不會理你 但我開始已經知道我不能有這個包袱 當然 如果我要照大台的模式 你都不會看我們 你不是有新的事情發生 所以就是說 你如果看觀眾的生態 多元化和多樣化是事實來的話 現在大台都不能做 放心 某程度上我都不跟大門遊戲區 因為我在做這件事 但你的社會需求多元化 所以其實 起碼我不夠敢說 大潮流 示範一下也好 試一下 試一下 而且適合就一起 輸了 口腫變青 不要緊 還有青春對左 這裏有什麼 我稍後有閃 我不開咪都沒有所謂 但越來越多人開咪是好事 不同的觀眾 不同的群體 我不理你 紅黃藍白青藍 什麼顏色 都好 你總會有個需要 就是在大氣電波裏 是要有人跟你聊天的 所以未來我都會不理他們的感受 我會幫那些學生 或者我會邀請一些不同的朋友去聊天 無人歡迎 越多人越好 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話 是不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就是我的主持 我可以分得很開的 不重要的 即是不同事 會有些不同的 都是希望對的就坐下 不對的就再見 所以那個細分的可以再細一點 不要緊的 外面就開了一個新的主題 但我還有其他節目 暫時我都會拔著你 因為大家都習慣 還有一些可以一邊工作 因為其實飯壽都可以很闊 還有不同類型的事情 因為有一點背景 之前都要做一些 都是要出街 要受港管條例 去限制的節目 所以我都還有那些血流 我都要習慣做網台 好事 因為工作也會小心說話 有一個convergence 叫做轉化過程 所以我不會說完全 一些素人白者 憑胸出世 不是這樣的概念 不是他會拆著我 不是的設計上 你會有遊戲 你會有遊戲 我不敢說 當遊戲也無所謂 當比賽也無所謂 看看最後是誰收視率 說真的已經是比賽 大家有機會 如果我不讓你開咪 我不讓你開咪 那我才不對 給你機會 有觀眾有共鳴 你自己有社群 將來怎樣發展 是另一個很不同的空間 如果有可能性 是應該要發生 又是那句 將來說不是有人網台 可以變成一個事業 有很多youtuber都應該是事業 只不過網友是怎樣 就要看大家支持 甚至不一定要我這個台 什麼都有 但又是那句 當你的社會多元化 你不能夠再一言堂 或者大台的時候 你又要他健康發展 一個網絡 和別人在一個空間 如何可以發生呢 就試一下 試一下 所以都試一下 今天清了 所以稍後會有不同的嘉賓 我會拔 下個星期 都會有些類似 或是有所謂的 有什麼家科呢 年青、創業、創意 或者是相對獨立的營運模式 還有其他東西都會放進來 總之跟他們盡量有些不同 我的概念很簡單 世上無廢青 我只會有些人才是mismatch 我更加覺得當他們沒有資源 爆發力是更厲害的 我記得曾經有人說過 你要留意在世界上 很多時新的東西都是有些本身的背景窮 或者是沒有資源走出來的 其實反而是你很有錢 那些是吃著咬著老闆 那些未必會為世界帶出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 我會反而覺得那些小朋友 更加多些可以推出他們 可能會更加漂亮的東西出來 再說價值觀的問題 我相信這件事 沒錯 所以變成今晚的時間有限 不好意思 謝謝Amanda 今天這麼辛苦 這個時間 半夜三間的節目 多謝Amanda 多謝各位工作人員 幫忙聯絡這個新的Studio 多謝各位 拜拜 拜拜